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lton 我現在就在TOTO Y買酒 TOTO Y不單止有葡萄酒 還有烈酒和啤酒 為什麼我住在賓州 都要來到Delaware買酒呢 我等一會就告訴你 我現在買這瓶叫做Vissel Pig 即是吹BB的豬 這瓶酒其實是Vissel Pig 它的度數是50度 能夾著火界 我剛剛在Delaware回到賓州 為什麼我要去到Delaware買酒呢 是因為Delaware是沒有消費稅的 無論你是買酒 買三副鞋襪 還是買iPhone iMac 都是不用碎的 這張就是今天的清單 我今天總共是買了225元6毫半的 我買了4個啤酒 6支裝的是小小的 不是那麼大的那些 分別是有來自新加坡的Tiger Beer 6支是9.99元 我現在說到自己好像賣東西一樣 還有是泰國的 是否讀星霞呢 又是6支裝的 11.49元 還有買了2種的日本啤酒 Sappolo 8.49元 有6支 還有是Kelin麒麟的 9.99元 6支裝 我還買了這瓶 Vissel Pig 那我就叫它吹BB的豬 這瓶是Ry Whisky 其他的Whisky 類型還有Bourbon Whisky Scotch Whisky 那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它們有什麼不同 375mm的容量 是51.99元 除此之外 店員還推薦了我這瓶 Vococ Bourbon Whisky 店員說是比較焦糖味比較重 和比較順口 可以慢慢來喝 那它的價錢呢 讓我看看 不要催我 不要催我 28.79元 由價錢來看 可能質量沒有這瓶那麼好 我不知道 可能便宜也有好東西 我到時再試試 給大家聽 我還買了一些葡萄酒 但我這次也是買白葡萄酒的 首先是有這瓶 Château Saint-Michel 這瓶是我平時喝開 我對它信心有保證 那為什麼我喜歡這瓶酒呢 因為我在廣州的時候 是喝過這瓶酒的 嘩!很適合我的口味 是$9.97元 所以我第一次在美國見到的時候 嘩!很興奮 因為我在廣州買過的時候 它是$26美元一瓶 然後我就買了一瓶叫做Rose的 就是粉紅葡萄酒 它的價錢是$12.59元 為什麼我要選這瓶呢? 就是因為它的價錢是適中的 那我就選了 純粹就看它 啊!這個瓶也挺漂亮的 價錢又對 那我就買了 我還買了兩瓶奧地利的酒 大家看看 因為奧地利是一個比較少眾的國家 不知道是不是德文 肯定就不是英文 我就看到它價錢又適中 都是十幾元的 那我就買了它 除此之外呢 我還買了這瓶由希臘利的白葡萄酒 它的價錢是$13.99元 那我又沒試過希臘利的酒 所以我就買了 我在美國經常喝的白葡萄品種 是Pinot Grisio 中文是灰品樂 但是我廣州的時候 經常喝的白葡萄品種是Pinot Blanc 白品樂 今天我問店員的時候 店員都找了很久才找到這瓶 在意大利出的 意大利文是Pinot Blanco 法文應該是Pinot Blanc 就是中文都是叫做白品樂 它的價錢是$16.19元 我還買了這瓶意大利的葡萄酒 是Valerio 這瓶寫著Valerio的意大利酒 我真的不知道它用什麼葡萄酒釀造成的 但是我買它的原因 首先是Valerio是一個 意大利比較少見的葡萄酒產區 第二 它是用有機葡萄酒釀造成的 我也想試一下有機酒 是不是會好吃一點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便宜 8.99元一瓶 那不買它還買哪瓶 很多廣大的熱心觀眾提問 它說為什麼我介紹酒的時候 要把酒瓶放在我面旁邊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這樣便是有原因的 因為如果我不把酒瓶放在我面旁邊 我怕我的樣子太吸引 會分散你們的注意 所以為了你們專注在酒上面 我就把酒放在我面旁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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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 歡迎 �詞 六合